大家好,我是一夜 伊朗首席和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人干掉了 最新的说法是,袭击者没有派出一个人 用远程遥控武器完成了暗杀 今年年初,美国同样没有派出一个人 靠无人机杀死了伊朗名将苏莱曼尼 那么从这两场震惊全球的暗杀来看 现在的军事行动或者说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 以前搞定点清除总得出动几个人 我们都看过各种电影吧 一般来说,杀手要踩好点 在高处选一个好位置 等待目标出现,择机下手 所以说保障重要人物的安全的话 周边的高楼都要进行安全检查 如今看来,这种传统的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了 连007也得退休了,被新技术给淘汰了 无人机等远程遥控武器的广泛应用 是从911之后兴起的 当年美国五角大楼决定将捕食者无人机运用在阿富汗战争上 2001年11月13号,美国MQ-1捕食者无人机 在阿富汗对基地组织二号人物穆罕默德·阿提夫发起定点清除 当然了,捕食者是美军早期的型号 所以载弹量比较小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 美军又组建了收割者无人机攻击中队 收割者的飞行速度更快 载弹量更大 之后美军大量使用了无人机执行空袭任务 打击恐怖分子 2009年干掉了巴基斯坦塔利班创始人马哈苏德 2001年干掉了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重要成员奥拉基 2015年干掉了多次斩首人制的英籍伊斯兰国成员 圣战士约翰 当然了,大家最记忆犹新的 应该还是今年年初的苏莱曼尼遭暗杀 他在抵达巴格达机场的时候 美军的MQ-9收割者无人机已经在空中待命了 特朗普在数千公里外的美国下达了行动指令 收割者投下三枚九头蛇火箭弹 完成了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 那么除了美军的无人机以外呢 其实有不少国家 像以色列、土耳其 当然也包括中国 都可以生产发射导弹的无人机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呢 全球有近100个国家都有军用无人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新闻呢 都是无人机制造的 比如说2018年8月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呢 有两架携带C4炸药的无人机悄然逼近 幸亏警卫反应及时 保护马杜罗安全脱身 据说啊 这两架无人机是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放的 再比如说2019年9月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打击沙特阿美的炼油设施 直接导致了沙特石油日产量减半 那么这一次伊朗的核科学家遭暗杀 袭击方呢是更近了一步 没有发射导弹 也没有出动无人机 毕竟呢 无人机可能也很难深入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袭击者用的是远程遥控机枪 成功猎杀目标并且全身而退 不过呢 很多军事学家都认为 远程遥控武器呢 比较容易搞定点清除 但不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最终的获胜呢 还是需要地面部队下场的 但是这样的看法 如今啊也在经受挑战 今年的纳卡冲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当时呢 阿塞拜疆是大量的使用了无人机 轰炸亚美尼亚的军事设施和人员 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呢 主要是从以色列和土耳其购买的 而亚美尼亚在纳卡的防御体系呢 还是老旧的苏联装备 所以呢 根本无法抵御阿塞拜疆的攻击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亚美尼亚坦克 就是被无人机摧毁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啊 我一定要讲一下 阿塞拜疆到底是怎么打的 阿塞拜疆呢 先将11架老式的苏制安二运输机 改装成了无人机 放出去故意让亚美尼亚打 等于就是放了一波自杀式无人机 那么亚美尼亚一打之后呢 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然后阿塞拜疆再放第二波无人机 挂弹升空 精准打击亚美尼亚的目标 而且阿塞拜疆的国防部啊 每天还在网站上发布 无人机轰炸的画面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转发 极大的打击了亚美尼亚的军心 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用 远程遥控武器呢 第一 袭击者节省了人力 首先呢是降低了伤亡 美国等西方国家 是比较害怕士兵伤亡的 会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战情绪 就算士兵没有伤亡呢 一上战场之后啊 也很容易有精神创伤 就是我们所说的PTSD 大家都看过美剧或者电影吧 像国土安全 像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等等啊 都是讲这方面的内容的 而用了遥控武器之后呢 战斗人员不需要直面鲜血啊 甚至可以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就按下发射按钮 就像一位开了上帝视角的游戏玩家 其次呢 这种暗杀或者袭击行动啊 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盯烧 真人呢 难免会吃不消 而像捕食者和收割者呢 可以长时间的在空中游荡 不眨眼的盯着某一个目标 长达数十个小时 然后在数千公里外的飞行员呢 就可以耐心的等待 选择最佳时机下手 大大的增加了成功率 第二呢 袭击者还节省了物力 远程遥控武器的成本啊 比战机要低不少 比如说呢 一架F22战机 造价超过了三亿美金 一架B2引擎轰炸机呢 需要24亿美金 而一架MQ-9收割者呢 不到两千万美金 美军的设备呢 还一向是比较昂贵的 其他的无人机呢 应该更便宜 我甚至还看到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啊 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智库团队呢 利用商业电子设备 3D打印机和开源软件 造了一架军用无人机 总共耗资两千美金 第三老话说 擎贼先擎王 有分析说 这一次干掉法赫里扎德 就相当于打掉了伊朗的一个师 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 远程武器定点清除掉的重点人物 也减少了对方的伤亡 对于这个说法呢 我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举个反例啊 2013年美军无人机在野门 执行任务的时候 将当地平民的婚礼车队呢 误以为是基地组织的车队 进行了空中打击 误杀了15个老百姓 所以呢 远程打击有一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亲自下场确认 打击对象很容易搞错 除此之外呢 远程遥控武器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这些武器成本比较低廉 所以呢 也就容易造成滥用 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政府就对使用无人机很上瘾 一届比一届用的多 奥巴马政府比小布什政府用的多 特朗普政府呢 又比奥巴马政府用的多 再比如说 远程遥控武器的门槛不高 非国家组织 甚至极端组织 也可以轻易的获得这些武器 2016年 伊斯兰国呢 就使用了数百架无人机 对美军及其盟友实施了袭击 而且啊 远程遥控武器还可以以小博大 容易发动袭击 但是呢 不容易防守 例如像沙特这样的国家 有钱嘛 专注于购买高精尖武器 但是呢 老辈野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打 经济学人也说啊 即便是美国海军的宙斯盾防空系统 也未必防得了大量的无人机同时来袭 有研究表明呢 如果同时要应付八个方向上的攻击的话 宙斯盾也会不堪重负 那么综合来看呢 远程遥控武器 效率高 价格低 容易获得 容易使用 却难以防守 所以呢 未来的战争将是多领域的 不仅是超级大国 任何冲突方啊 都有可能用新技术 进入对方的领空领海发动攻击 如果远程遥控武器的使用泛滥的话 这真是细思极恐 对于所有国家 国际社会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国际社会急需携手制定使用标准 重新评估这些新的威胁